好 那就是 就是接下來的話會在 會影片在節目裡面 所以如果看不到的話 那個大家要轉椅子自己 動一下 椅子是輕的是可以動的 好 那我就先來說 好 那 好 大家好就是 我們是Johnson 然後這邊的話要分享就是 這次在Restown的時候看到的東西 那前面的話我們先介紹一下Restown的部分 就是Restown呢 它其實就是 大家可能在那個 在活動的簡介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讀到說它是一個大拜拜 那它到底多大的 大到就是 你可以看到說它總共有2500人 然後在三天裡面 塞450多個Session 好 那大家可能問題就來啊 怎麼在三天裡面 塞450個Session 這是它的Agenda 第一天的Agenda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表要怎麼進去 這個表是這樣的 左邊是時間 這一排是時間 右邊這個呢 是平行軌 也就是說它在 然後這裡的話就是從 一般的一個時間 早上9點開始 大概下午5點多 然後呢 大概 這樣看起來 每一個都看起來很好 只是呢 它有19個平行軌 所以 這是為什麼它可以在三天塞450 它就是一個超級無敵大拜拜 然後 參與的人幾乎都有參與到裡面的 講講講講講話 譬如說 它可能一個panel裡面都放很多人 然後很多講者 所以 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然後呢 在 你可以很好奇說 450個Session 到底 它都在講些什麼 那這個地方是 這一個活動它 所有有參與 就是 所有列出來的一些 就是 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 它有分一些種類 對啦 對 像剛才 剛才 佩玲所講的 可能就比較偏向是 Privacy Data Collapse Data Protection 然後呢 像我這邊的話 就是在 Media 跟Disc Information 跟Fade News 對 所以其實 所有的數位人權 它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包含了 這一整個 它為什麼可以這麼大 它為什麼可以 有2500人 它為什麼可以 有450個Session 就是因為它真的是 包山包海 可能就是 我們想到數位也別的四個字 我們不會想到 這麼多東西 可是 它在這三天 確實就是 有包含這麼多種種類的 的題目 這樣子 那這其實都是在 就是Rise Town的環果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的 那這個是 實際上的狀況 像這個 這一場的話 我來這邊 對 這一場的話 它有一些特殊的setting 例如說 這是所謂的 Fish Ball Session Fish Ball Session 它那樣是這樣 這一場的話 是一場Panel Discussion 裡面有一些人 是所謂的講者 像我 還有一個主持人 還有一些什麼樣的人 這樣子 可是呢 它其實在 它其實 它是一個圓形的 一個空間 然後呢 它不是 講者並不是站在一排 它其實是 穿插著很多的參與者 然後後面的參與者 也可以 也可以有機會發言 然後主持人 在主持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是有給我們 講者一些 就是 預計的問題 的 不過其實 它並不是照著 預計的問題講 它其實是 一個講者回答完之後 有可能就會有一個 就是 就是有一個群眾 反正就是 參與者突然說 我想要補充一下前面的話 然後話題就會開箱 就是非常流動的被帶開 然後又很巧妙的 被主持人帶回來 這樣子 然後所以像這樣的話 這是一九十分鐘的 Fishball Session 然後大家就 合格言論的吃 這樣子 然後當然也有一班 就是大家可能 比較常看到 像Panel Discussion 不過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這場是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呢 其實是因為 它可能是 因為是第一天 然後這一場 是一個關於 Bots 就是 就是 散佈 Disinformation 的Bots 一個Talk 然後 它其實 左邊這邊 這邊中間這一排 它其實做的是講者 然後它是一個方形的桌子 然後方形的桌子 另外三邊 做的其實都是 參與者而已 然後因為這個就是 這場就 爆炸多 所以在後面就是 墻邊 然後像我先 我是坐在另外一邊的 墻邊 全部都是參與者 然後再聽Panel 這樣子 然後當然它也有 就是Line Talks 這樣子 那這幾天下來 我所參與的一程 跟其他人 參與的一程 其實都有一起被 記在一個共底裡面 那 我自己記下來的共底 其實 就是也有很多共底 那可是 然後 像這邊的話 就是我把這些 我所記錄的共底 的文字 通通弄出來 然後搞了一些文字語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大概是有哪些東西 例如說我們看到 因為我是去Media的場子 嘛 所以呢 我看到Media 跟Near不會是最大的 然後當然還有一些 關於 媒體怎麼做啊 政府應該要做什麼啊 然後人 應該要被 inform 應該要被影響 然後人是怎麼被影響的 然後也可以看到一些 關鍵字 例如說像是 Fact Check 然後 Paniculation 訊息的操作 然後 misinformation之類的 對 不過其實我自己 不是一個 很 會記比記了的人 因為 那一場的話 其實就是 去了之後 就會發現到自己的英文 非常的差 就是他們 就是native speaker 互相 然後你可以想到 他們都在講一些非常high level 就是 非常行而上的東西 然後就是 專門詞分來回去 所以 我這邊的話 其實我只能記 其實實際上 我在後面裡面 記的可能 就是一些關鍵字 或者是一些流水障 那等一下我分享的東西 其實是不會依照 考驗來分享 是我把所有講者的話 全部打散之後 再重新整理 以及 那些Google 因為老實講 就是 就是我沒有記太多東西 所以 我要把 我覺得比較有意義的是 我們去看 每一個講者背後 就是因為 因為這些講者 他其實 那天的狀況就是 坐在這邊 然後發表了A事情 對這件事情發表了A意見 B意見 C意見 可是其實你不知道說 這些A意見 B意見 C意見 是他本身自己 經驗得來的 經驗的意見 還是 他只是在講一個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的 那一種 就是common sense的意見 因為我不知道 所以我在這邊就是 其實我是 比較主要是參考說 這個講者 我會換回去 找那個講者 他講的話 跟 對應這個人 他到底 背景是什麼 然後來做出下面的 presentation 好 那第一個的話 我們要來講 所謂的用語 所謂的fake news 這個用語 這個用語的話 其實在整個會場裡面 就是 不太喜歡 用到這個字 然後 這邊的話 是其中一個人 報告 一個 有一個報告叫做 information disorder 它是 Council of Europe 就是 歐洲 歐洲議會 好 Council of Europe 它 就是委託民間 去做的一個研究 最後發表一個關鍵 叫做 information disorder 那這個報告裡面 就有用 然後 就有提到說 欸 fake news 這個 term 它其實理論上 並不是新的 那一方面呢 一些學術文章 在市民的前 就在用 而且 站在川普之前 就在用 而且呢 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 這個fake news 這個詞並不是最近 才 就是 才開始 爆好的 可是真正就是 fake news 不是new的話 到底什麼東西是新的 為什麼我們現在 這麼開始 這麼關心這件事情 其實重點是 現在 因為了 有了 social media 然後 social media 其實也還好 重點是有了 social media 之後 這些所謂的fake news 所謂的 misinformation 它的散播 它的 它的放大的能力 突然變得非常的便宜 和快速 然後 這個詞其實 為什麼在 Risecom裡面 大家都不太喜歡用 是 也有一個共識 是覺得說 因為這個詞實在是 太 就是人家講 它是fake news 可是這個詞實在是 太模糊了 然後它其實 你講它是media news的話 你會想到它是 news出來的東西 可是它並不是 我們現在 遇到問題根本就 不只是從這邊出來的 所以 這個詞其實 也沒辦法用來 描述現在非常 複雜的狀況 所以 他們提出的是什麼呢 像我們 就是 其中一個演講者 他其實就是 這個剛才說的 misinformation disorder 的講者 這個報告的撰寫者 他不能介紹三個新的詞 misinformation 跟disinformation 可能大家已經聽過了 基本上 然後它這邊 多了一個所謂的 mail information 然後它的分辨的方法 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有 這個圈圈 這個訊息 一個訊息是假的話 會放在這裡 然後如果一個訊息 它 被做出來 是 想要 就是 有 malicious intern 他想要 做 造惡 的話 就是放在這個圈圈 所以我們看到說 misinformation 更像是一種 誤解 就是 我誤解 就是 我並不是 要受很傷害 可是 我 我講的東西 錯的話 是所謂的misinformation 然後 再來就是 如果我講的東西 既是錯的 而且又是惡意的 錯的話 那就是所謂的disinformation 那就比較嚴重 另外呢 這份報告又講了 它其實 敲定了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mal information 那所謂的mal information 就是 它把正確的訊息 放在一些 就是 嗯 就是 它把它放在一個 就是 錯誤的脈絡裡面 一個 惡意的 讓人覺得 會 就是 誤解的那種脈絡底下 那這就是所謂的mal information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的 它就舉個例子 就是 可能有一些leak 或者是 有一部分的hate speech 可能都是錯文 可是 它講的方式 就會讓人覺得說 就是 就是 就過 可以這樣子 對 好 然後 再來就是 嗯 剛才看到的 這一個其實是一種 就是 聊所謂的 list information 況下 注意 沒錯 然後其實在這一個 嗯 歐洲理事會的這個 就是 嗯 的報告之前 它其實也有另外一個 就說 first draft的組織 那它跟google 它是一個跟google的 重新合作的組織 然後 它其實也有定一個 就是 所謂的 miss and disinformation 的一種 就是分類法 對 它也算是一種 另外一種討論的框架 讓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可以利用這樣子的 框架來做 討論會比較方便 這樣子 那在這一個 這一個框架裡面呢 它其實是 嗯 分成了七種 狀況 它把missing 跟dising 分成七種 左邊是比較不嚴重的 右邊的話 基本上就是 一的 其實已經就是 道德有瑕疵 到甚至是 有些可能會 違反到一些 就是 可能已經到 誹謗或者是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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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一些一些 比較嚴重的狀況 然後它分成七種 最左邊的話 就是 政治諷刺 這種的話 是在最左邊 它算是 它在裡面 可以分類成七種 然後呢 一直到最右邊 最嚴重的就是 全部造假的 所謂的 fabricated content 成績 對 好 所以我們可以 我們在這裡面其實就 學到說 欸我們 就是 如果覺得fake news 不夠精確的話 我們有哪一些名詞 可以使用 然後 講完呢 就是大家 名詞 用來討論的名詞 之後呢 我們可以講一下 所謂的 這個fake news phenomenon 整個現象 大家目前是怎麼去 理解這個現象的 首先 剛才提到的這個 information disorder 它把 所謂的 假新聞 它把所謂的 misinformation information disorder 的生命週期 分成三個 一個是creation production 跟distribution 那我們一般來講 creation的部分 只是我們看不太到 然後呢 再來就是production 就是當這樣子的訊息 被寫成 被寫成一個 轉寫成一個 方便去 去傳播的格式 那通常大家看到的版本 是這一個 然後被distribute 然後被人家接收之後 有可能就會 就是轉回來 被改寫 然後再distribute 轉回來 然後再distribute 這樣子 然後它是這個 這個 它把它分成三階段 其中一個用意 是它把 這一個creation 跟production 分開了 因為有時候 一則 misinformation 或disinformation 蓋出來的時候 的樣子 到時候 在網路上流傳的樣子 真正在流傳的樣子 會長得不太一樣 所以它把creation 跟production 分開 然後呢 它又分成 所謂的 它把這一些 它把這三個東西 它又講說 如果我們現在在處理 就是information disorder 的時候它可以討論 非常多的面向 例如說 如果是 這個misinformation 就是 操縫它的agent 它是哪一種 它是official 還是non-official 然後它是不是 有用到but 還是用到totomation 這樣子 然後這邊下面是有個例子 就是假如說 我們現在想要去 研究或想要去討論 這一則新消息 這則消息 其實 這則消息是 川普在 競選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 就是 神秘的新聞網站 然後 它發布的一則 所謂的新聞 不管 有事的東西 然後 就是講說 教宗 好像會 幫川普站台 這件事情 那這一個訊息 它可以放在前面的 這一個框架裡面 的話 它就會變成 像是這樣子的 一個表格 我們可以討論說 就是 它發現出這則訊息 它其實 它就是網路出來 爆出來 它並不是 譬如說 它不是政府 而已造謠 所以它是一種 Official Actor 然後 它可能 它其實是一開始 在網路上有流傳 然後最後 才被放到 那個新聞網站 轉寫成 一個 就是看起來好像 煞有其事的新聞 的格式 所以它的 level of organization 就是它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不是organized 不是後來的話 跑到 就是 never of size 然後 它是人工發布的 所以是沒有 information 這樣子的一個 所以其實 它 這個 所謂的 information disorder 這個報告 它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 我們用這樣子的框架 我們可以開始 能夠去比較 A misinformation 跟 就是 我們可以比較 兩則不同的 disinformation 然後可以開始去探討 一些新的東西 這樣子 然後 也可以幫助我們解釋說 是不是有哪些面向 我們可以注意到過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 描述這一整個 misinformation phenomena 很好的一個報告 是 所謂的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research project 那這個的話 是 呃 它也是去年的時候做的 就是 其實我本人 就是我們看它 它有做 九個國家 然後你看它有台灣 其實當初的時候 真的假的也有受訪 那真的假的受訪的時候 是大概 一月到 去年一月到三 三月的時候 所以可以看 所以如果你現在去搜尋 這個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research project 的話 你看到的訊息會是去年的狀況 如果也夠行了 對 因為 並不是就是 年年多的一個報告 我們可以看的 那這個的話 是Nuxburn Internet Institute 然後跟一個 非常多就是 合作的報告的人 就是 合作的研究者一起 推出的一個 分散式的報告 然後再非常多 一家都有 那我們這邊的話 其中有一個演講者 他就是做 加拿大的一個報告的人 所以 他有提到說 欸 加拿大呢 他在這裡面 有觀察到 所謂的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那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就指政治性的宣傳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就是指說 欸 自動化了 或者是 反正就是透過電腦 反正就是現在 就是透過一些科技 來 就是 加強的那種 propaganda 然後 這個研究者 他就把 他觀察到的 發生到 加拿大的那種 所謂的bots 來做一些分類 然後首先的話 他首先的話 是把 他觀察到 有所謂的dampeners 跟amplifiers dampeners 他的特色就是 他會去 阻斷溝通 他會去阻斷對話 公民對話 就是 一些公開的對話 dampeners的目的 就是把這種對話給阻斷 那 有兩種做法 一般最常的 他其實也有了 DOS attacks 那他在報告裡面 其實 也有提到另外一種 就是 自動推文 自動去推 推文或是虛文的那一種 就是 機器人帳號 他也算是一種 就是amplifiers 他也算是一種dampeners 這樣子 因為他是放大的那一種 就是反對者 或是騷擾者的聲音 那amplifier的話 就比較清楚 就是 你可以想像就是假帳號 然後會去 會去 放大特定的聲音 例如說 他在這部報告裡面有提到 就是 嗯 這種amplifier 他怎麼認定的呢 基本上就是 非常 就是不正常的使用 多不正常 一天 推131則 推文 然後大部分都是retweet 這種他就會開始 反對 就是非常的不正常 然後 你實際上看報告的話 還有列出ID 然後有一些ID 現在進行中最近 沒有在使用 就有一些twitcher handle 就是他認為是 他認為是 automated 然後 現在已經沒有在使用了 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總之就是 他會去amplify negative voice 這樣子 然後 再來 可是 Buds這種東西 Curtill 並不是只能用在 就是 不好的例子 要不然的話真的假的 他也是一種Buds 對 所以 其實他也在 加拿大找到了一些 好的例子 例如說所謂的 Transparency Bot 跟Servent Bot Transparency Bot 非常有趣 他其實 有點像是 記者來做的事情 就是 他透過讓資訊 更為透明 然後來 然後來 政府 更多被克責 那 他舉的具體例子 是這個 GCCAA 這個Twitter的 Handle 它 上面都發 它是一個Buds 而且他在 他在 那個 About的頁面裡面 就直接說 I'm a bot 然後他就是 有揭露這件事情 然後他有說 他做的事情就是 他會把 政府去編輯 就是來自政府的IP 去編輯 去編輯 WTP聊的話 那 政府的IP 每編輯一次 他就會自動推一則推文 然後 然後告訴大家說 欸這個政府的IP 又改了WTPDR的部分 對 他就是做這件事 然後根據這個 這則東西的作者 他就說 嘿 就是 記者他可以看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他可以看我的這個地方 然後 來寫故事 其實 任何人都可以follow 我的這個帳號 來知道說 政府又對我們的WTPDR 做了什麼兇感 然後 最後呢 他就是Servant 他其實就是一般的 紅衛體能團 的Task 然後他在報告裡面 有提到一個非常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的 一種 一種 一般 一種BUT 就是 這個Core的話 他會直接去爬網路上任何 有 就是有耳略的一些 就是 散步 那種耳略照片 然後 這個BUT呢 他會 就是自動的爬之後 自動的舉報到自己的資料庫 然後 然後 在某些狀況底下 這個BUT還會自動的去跟 偷聞的那個人說 請你下架 這個是已經被檢舉的時候 就是耳略的照片 什麼樣的 然後這個Core本身是 一個NGO做的 然後這個NGO本身就是在 關 就是在 就是在那個 關心耳略的問題 這樣子 所以 我現在要直接跳到下面去 好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提到的所謂的Phenomenon之後 最後我們來講講看說 就是有沒有什麼Solutions 好 第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要講的是大家 就是 其實大部分 我們在 這個 就是所謂的Penal Discussion 或者是Fishbook Station裡面 其實 大家都是一種 合格言論式的狀況 對 就是 因為 那個時候大家並沒有投影片 所以大家就是直接講 用口頭講說 我做了什麼 然後 更大一部分的時間 大部分的時間 其實就是在做意見交換 所以 關於 所謂的要怎麼去解法 大家其實提 就是 七嘴八舌的體驗 非常多的所謂的方向 那 像這邊的話 我們把這個 所謂的方向的部分 我分成兩塊 一種是針對platform 也就是像Facebook 跟Twitter這種platform 或者是 所謂的我們可以講 這種是supply side 的那種 請願 的形式的東西 然後另外一種呢 則是 求諸 反求諸己的那種 就是individual的那種方向 那 platform 跟supply side 這邊提出來的 這些例子 幾乎都是 Article 19 Celligence Lab Beats of Freedom 這三個 就是比較偏向是 數位世界的 言論自由的 倡議的組織 所提出來的 這些參與者 就是他們所講出來的話 這樣子 例如說他們會覺得說 嘿 在這樣 這種 這種 multimated propaganda 就是這種 亂象裡面啊 平台應該要好好的去標記說 哪些是自動發生的 哪些是真的人發的 哪些是爆發的 要讓我們使用者可以清楚的知道 然後呢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 在看這些文章的時候 我們現在幾乎都是 就是被 演算法所控制 我們所看到的 news feed 跟twitter的feed 所以 這個演算法 大家覺得應該要公開 甚至是 提供一個dashboard 讓使用者 可以自行的去選擇 然後 再來就是 在平台上面的推文跟虛文 或者是follow 或者是按讚 這些其實 並不是代 當我現在看到一個朋友 嗯 follow一個人 可能 可能其實這個朋友 其實並不是 因為很喜歡他 但是他可能是 其實是覺得 就是我想監視他 我覺得他很奇怪 所以我follow他 這邊 那可不可以在這樣 可是在 這個平台上面 這些平台上面 基本上它都是一個 就是一般 就是一個點對點的連線而已 那有一個參與者就提到說 其實如果 這些平台 他可以把like 分成更多種 就是 其實我是幫他站台 或是我是敢對他 這種 這種 把這些人的印象 intention 從一個connection 變成一種 加上一種正向負向 或者更多的lap 把這種東西 這種形式的東西 也更加透明的話 嗯 其實是可以幫助 我們這些使用者 判斷說 這些考骸權是怎麼樣的狀況這樣子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 嗯 propaganda 這邊是指 這邊是有一個參與者 他提到說 過去其實 一些政府 就是 選戰的宣傳 有多少錢花在選戰上 你就看得出來 你就數他們 發了多少頂帽子 發了多少的 就是 衛生紙 發了多少的東西 差了多少旗幟 就看得出來 可是現在 propaganda 發在propaganda上面的 的錢 你完全看不到 因為propaganda很多 都是直接在網路上面 網路上面 你追蹤不到 然後呢 也有一些可能是 嗯 他是用來就是 他的錢是用來 建構一個infrastructure 一個就是 可以講一下 可能是網軍啊 反正這種東西 你就完全看不到 那這種東西其實 他會希望說 如果在supply 這個supply sign 應該要有 某種承諾透明性 這樣子 然後在反求諸己方面的話 其實可以看到說 其實就是 會覺得 反求諸己的系列 就是像 newscollab 他其實就是在推 這樣子的事情 嗯 當然就是 搞話 媒體試圖 或者是 要讓就是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讓人家 可以有更多的 評判性的思考 這樣子 那這一派的人 他們認為說 如果你去一直 就是 現在很多人都在談說 就是 啊這種missing 就是要平台解 因為平台有資源 因為平台怎麼樣怎麼樣 要有社會責任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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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newscollab的 創辦人 是創辦人嗎 忘記了 newscollab來的參與者 就認為說 你叫這些平台做的事情 在平台做出來的事情 通常都很可怕 你怎麼可以去指望平台幫你做到這些 所以他們就提出像這樣子的改變 然後我們快速看一下 就是這部分是方向 然後實際上大家做什麼事情 烏克蘭這一次有 有一個 他也 那個computation propaganda的 嗯 的研究員 有一個是負責烏克蘭 他有提到像 staflake or 這樣子的一個組織 那他們其實有 其實是 一群 一個媒體學校的校友 最後變成 有一些是 學生教授校友 然後 組出來 然後是 慢慢的越來越大的一個組織 然後他其實在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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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群組織然後來做批謠 然後 然後 漸漸也在辦WorldShot 然後也在做媒體試圖相關的事情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一個 NGO組織跳出來 變成一個 NGO組織的PU組織來做事情 然後呢 這個 DROG也是另外一個 荷蘭的 就是 NGO 一個小組織 然後 他做了一個是 叫做Bad News的遊戲 那這個遊戲的話 他可以直接去玩 他就做了 getbadnews.com 然後 啊 這個其實是這段投影片的那個連結啦 就是 都要是看到連結 你可以點進去 好 那這個的話就是 你就是點進去 然後 他這個就是幹嘛 這個是 要你扮演一個 假新聞網站 的 創辦人 然後 你遊戲的目的就是要 得到越多的 就是followers 跟 得到越多的 audience 越好 然後 透過這樣子的遊戲 來教你說 如果 就是 這些新聞 這些東西 他背後是什麼傳播的 然後 你就會 你就會 身為一個閱聽人 你就會知道說 就是 哪些狀況是 也會需要注意的 這樣子 然後 最後這個的話 則是有一個倡議者 他在推 他自己的工具 叫做 rebutler 然後rebutler 他其實就是一個 他其實是一個 Chrome extension 然後當你看到一個網站的 一個 opinion 或者是一個內容 他其實可以被另外一個網站 和內容給 就是 反駁的話 那還是可以透過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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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Chrome extension 去把這兩個網站連在一起 然後呢 他透過這個 Chrome extension 他其實就成功把 很多的網站 大概幾萬別 就是一萬多別的網站 通過這樣做連接 把它連在一起 這樣子 然後這個倡議者 他現在是希望說 他可以在一個 Facebook之類的平台 合作 然後 試著去就是 把這樣子的東西 credit 就是整進Facebook 或者是整進平台 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把 就可以在一篇文章 如果這篇 例如說 只會分享這個文章 這個 這個資訊已經 有網友 就是有回報說 有所謂的 反駁的話 就在這個地方 可以就是 秀出來 然後這個 作者 就希望說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反駁反駁 再反駁 的一個過程 可以促進 批判性思考 這樣子 好 這個跳過 然後 然後在最後一個是 這個 這個的話 則是 Midon這個組織 這個NGO的話 他很酷 他就是 做軟體 然後 他做了一個 Chang的平台 Chang這個東西 他做的是什麼 他其實是一個 就是一個 協作型的 事實查核工具 然後 這個工具的話 像 他很適合 我們覺得他很適合 媒體內部 或者是 化媒體在做事實查核 例如說 像 現在 墨西哥的大學 其實最近好像 好像 快要 正在選吧 就是 還是 忘記了 就是 墨西哥就有很多 news3 聯合起來 做了一個 所謂的verificato 2018 這個project 然後這個project 他 要怎麼 讓這麼多的媒體 聯合起來 一起 就是 有效率的 做PL 就是透過check這個平台 這個check的話 其實你可以想到 他就是一個checklist 一個treadle 或者是一個go 或者是任何一個就是 就是 task manager 或者是任何一個collaborative to do list 只是呢 在這邊他增加 例如說 他可以增加status 這個東西是backlog 可能 in progress 還是已經pl完 pl是真的還是真的 是true還是false 然後 下面的話可以 任意的增加task 就是 因為我覺得 看到這個時候 我們還要查什麼 我們要查地點 我們要查時間 我們要找source source 最後就是 你有沒有找到人 然後那個人說什麼 然後所有的verification 的status 再放在這邊 然後當然也可以assign 就是 專案的管理者 也可以assign記者 assign誰 要去進行 推動這個計程 這樣子 所以 但是像這樣子的一個 他其實就是一個check check 就是一個to do list 可是他是把 us tune到 就是完全符合 事實查核的 流程的 一個to do list 然後最後 這些東西做完之後 他也有一個工具 可以把他的 這一個 這份報告直接 export成一個 公開的報表 就是 把這整個 tr的流程 然後還有 結論都公開 這樣子 對 好 以上的話就是 我的介紹 然後這份同影片 就是這裡 然後 然後 你要先點進去這裡之後 另外這三個也 你才可以點 對 然後他的投影片裡面 其實還有非常多的超連結 都可以點點看 然後 演講者被忘保 也可以打開來看看 這樣子 就是有一些sources 對 那以上就是 我學員抱歉 有點超市 好 謝謝 來 沒有那麼鼓掌 要分享這個 好 謝謝 謝謝各位 好 好 你需要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有人手機放在廁所嗎 我的 廁所裡找到嗎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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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我的 我的 我 我的 我 對,就是一個檔 換冰漆用 大家好,我是局理 那我介紹 應該做下一集 我介紹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 稍微一夜頭影片讓我打一下廣告 就是HECOM 台灣愛科技會 然後HECOM 這個Conference 然後議程裡面的一些議程 我看到比較有趣的議程 HECOM今年是第14年 這是台灣的一個愛科技術委託會 他是非常正派清新健康 然後沒有任何奇怪的東西的學術委託會 我們研究就是 各種資安的議題 然後現場有一些 駭客競賽探位的活動 有一些駭客電路板 可以在上面做一些程式來玩 有很多攤位 各種廠商或是其他的 駭客社群的攤位 大概一千多人 那今年不是SEEM在綜藝圓現場 也在南港台南館 7月27、28 就是下一個月 然後 這個是我們自己搬演好會 台灣 encanta展規 那跟這個REXCOM沒有關係 那我現在可以在隻貫 benャيرة 這個REXCOM剛等到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一個全球最大的 這個算是人權王 尤其是網路人權相關的 那這次在Tornado這個多人多 2500人然後118個國家參加 那他的主辦單位是這個SSNOW這個組織 那他的Track非常非常多 14軌還多少個人 11吧 11軌 OK 所以根本都聽不完 所以進去就有種覺得困難 可是現在這個時段有好幾個人都想有興趣的議題 到底要聽哪一個 那就是光是排一層 我記得我在飛機上公司把一層表整個讀完 就看了四五個小時 所以這個是大的也好會非常難抉擇 就是到底要聽什麼 有時候是看講師 就是那個講師你在其他地方聽過 有時候是看那個議題的內容 那也不是所有的議題的品質都非常非常精緻 就是也有一些是討論形式比較輕鬆的 或者是也有一些我進去聽不太懂的 也許是我個人就是沒有聽懂 那他有很多細節做得不錯 這個是包裝櫃檯 包裝櫃檯因為你可以拿那個Page的這個袋子 就是他Page有紅色跟藍色兩種袋子 如果你拿紅色的話就是請不要拍照 那他這個當然是造德宣說 就是希望如果你不想被別人拍照 拿紅色的這個袋子 那他們大會在攝影的時候 或者是其他會在攝影的時候 會希望你不要拍到拿紅色袋子的人 尤其有些人就是很重視隱私 他不想被拍到 那綠色就是一般的袋子 這個是他設計的不錯的地方 那他有一個桌子 你可以在上面找各種Sticker 然後 欸竟然還有台灣的就是國系在上面 然後 就是你可以貼到你的背景上面去玩 這只是我覺得 是蠻有趣的小地方 RiseCon背後這個組織叫做 AccessNow AccessNow是全世界算是前幾大的一個 這個MGO 他的名字叫做AccessNow 就是要讓你 讓我們大家能夠存取資訊 那幫助這個各種 上面就是他主要的議題 這個人權方面的議題 數位安全方面的議題 那言論自由方面的議題 然後網路歧視 那網路的一些問題 就是什麼 Privacy 他是一個MGO 這個MGO大概有五十個人 我們已經有超過五十個人 那這邊有 快十個辦公室 那他們主辦了這個RiseCon的活動 那也因為他們算是蠻大的MGO 所以他們可以號召其他很多MGO來參加 這邊參加者的 角色看起來有一些是工程師 像我自己是工程師 這樣有興趣 我相信今天在座有很多 那其他很多是MGO工作者 今天剛剛自我介紹也聽到很多 然後還有律師啊 那或者是有興趣的人 都可以來參加 我開始介紹一些議題 我大概選了大概五六個 我就會有興趣的議題 那他真的是包三包百 我要講一下 就是他的廣度非常廣 這個就是技術方面 就是工程師參加的 工程師參加 他有分成寫軟體啊 就是你可以寫一些 很像G0D 台灣的GINV 大家應該都聽過 那GINV就是Civotech為主 就是工程師在寫一些程式 寫網站來改善 就是你覺得做的 可以更好的地方 做資料視覺化 做一些工具 這個國會的一些內容 把它刪到網桌上 那實體面呢 就是像這個議題 他講的是 很多人在這個時代 還是沒有網路的存取 就是能力 尤其是一些偏遠地區 一些部落 那山區 就是沒有辦法 有電信Tover的地方 那怎麼做呢 自己架 就是把整個 其實就是Wi-Fi Wi-Fi有這個 比較廣的頻段的設備 那他就告訴你 你要怎麼 去把這些東西 扛上山區 然後架自己的基地台 架出自己的 這個Local Area Network 這個才是認識Local Area Network 然後再一路 Bridge下山 然後出去 他裡面有 對很多那個 就是我看起來 應該是一些 像印度山區啊 去那邊 就是幫助 生態裡面的孩童 就是至少架出一個帳篷 很少沒有電腦可以上網這樣子 一路讓這個資訊深入進去 這也是他們其中一個議題 所以工程師不是只有在寫程式這方面 如果是想要去促進網路的這個普及率 因為有網路可以做很多事情啊 可以把像是農產品賣出來啊 或者是參與外面的社會 看新聞啊都很方便 這個是法律方面的議題 它有一個Track 就是各種法律道德方面的議題 那這個議題都蠻先進的 就是有 很多是關於AI的道德隱私問題 就是像AI的網路 那很多事情會違反機器 將來萬一汽車會自動駕駛 這個 那無人駕駛車出車禍 到底是AI的錯嗎 還是這個 車公司的錯 到底是誰的錯 那這一場是講那個 Lithal Weapon 就是我們可以預見 其實電影裡面一定有很多 就是 殺人的機器 像什麼 魔鬼終結者 很可怕的機器 那這些機器人被做出來 他們有 智慧 但他們會去殺人的話 那到底會有什麼樣道德議題 是這個做的人要負責嗎 裡面這個教授都蠻大卡 都是不同的學校教授 他們中間這個 Ron Gilbert 是那個 布倫多大學 那個Sleedon Lab Sleedon Lab Sleedon Lab是一個 這個 長期就會關注科技的一些議題 尤其是 隱私還有一些網路攻擊的議題 那這是時間社的主持人 他們 用Panelon的方式就是講每人的看法 旁邊這個影片是講說 這個U3應該可以找得到 有一個殺人的逆風 像逆風那麼小的殺人機器人 可以撞到人的頭 然後把人頭前面開動 然後就殺死了 那這個像什麼精靈飛彈這種 就是新的武器 就是有智慧的武器 會越來越多 所以到底要怎麼看待這些武器 那到底是有什麼法律可以規返它 就是這樣 也有講Facial Security 也有講開鎖 還有Travel的安全 就是什麼樣的鎖 各種鎖的鎖銷 應該是什麼樣子 是安全的 那因為有很多 我們這個在台灣可能來想像 台灣算是比較平靜的地區 可是如果是 如果是動亂地區 或者是反對黨 有些這個我們 在台灣真的是 離內生活很遠 但是有些動亂地區 反對黨是會被政府抄家 然後 茶水表就只是請你去喝茶 就把你整個抓去監獄 所以你平常的鎖 應該買什麼樣的鎖 是比較不容易被撬開的 然後你在旅行的時候 尤其是你旅行到一些 不可信任的國家的時候 你的旅館的鎖 旅館的鎖 也會被警察衝進來 那你要用什麼方法擋在旅館前面 用椅子擋是不夠的 他們建議用一個三角板 就是有一種專門的 就是叫Door Stop Door Stopper Avalon Mine 然後放在旅館的門後面 它折起來可以放在背包裡 然後架上去之後 有一個三角形的支柱 就可以撐住那個門 所以門要召開就比較困難 像這種TRACK 對 我相信它有多TRACK的產生是因為 一些被警時空 那是跟台灣很不一樣 就是我們裡面遇到的 一些東亞的一些 就是反對黨人是 這個像是 可能是柬埔寨啊 或是一些共產國家 他們 他們是真的 我在示範聊天 他們就說 上禮拜我來參加之前 我的同志又有人被抓走了 那其實他們只是 政治上的一些訴求而已 很多國家表面上看起來 就是很先進的國家 但是不一定是民主的國家 舉個例子就是 像新加坡的規定是 只要五個人站在街上講話 一起聚在一起討論事情 你就必須要先跟政府申請 要不然都會被抓走了 那是真的有人 在新加坡公園裡面講話 就幾個人在那邊聊政治的東西 就被抓走了 所以這看起來 國家就是看起來 經濟是很發達 但是這個開放的程度 其實不一定是隨著政府的 台灣我們要非常幸運 我們處在 就是一個真的是 很民主的國家 你五個人講話 五十個人在路上講話 都不會怎樣 不會有人被抓走 這次我覺得比較正談的地方 你會實際遇到那些 就是朋友被抓走 我們聽他們講的故事 然後他們跟你解釋為什麼被抓走 他們其實 我們在看起來他們的訴求 也許就只是 反對一些政策 那並沒有那麼嚴重 並不是這個恐怖分子那種等級的 可是他們卻在政府眼中 就是恐怖分子 那German surveillance 是裡面很大的一個track 就是 自從這個Snowden報導之後 各個國家都在做German surveillance 這是一個統計圖 就是哪些國家 這個有秘密警察 然後再做各種監聽 很多是這個 像半島、沙烏地亞、博文街附近的國家 他們是王權的國家 所以就是國王 就是覺得說 你只要是講反對的話 就應該是要顛覆政權之類的 這圖網上應該可以找得到 他也是 是 Cyber什麼 一家公司的統計報告 這種報告很多 那如果你要看的話 最多是那個Citizen Lab 這個加拿大的那個 都市道理實在是有發很多這種報告 我自己的角度是比較 就是 這個 剛剛Smithman時很多人 就是覺得說 政府不應該就是監控人 但是 像職法單位 他們就是有他們的批要 他們必須要完成一些 抓到真的壞人 那 那要對沒有做壞事的人 要盡可能減少 不要太多的監控 而且這個監控程序 應該有法律來訂定 然後必須要有監聽票 搜索票這些合法的程序來做 那我覺得與其是 對抗性的說 就是政府都完全不應該監控人 我覺得應該是 我們花更多的attention 去關注這些法律 到底這些法律的立法程序 那現在在審什麼 這個電信法 空氣地帶保障法 這些法案 那我們是否應該花一點時間去看一下條文 那我們想 怎麼樣的程序 在我們的社會下運作 是我們感到舒適的 因為這東西並沒有絕對的 就是好或壞說 應該監控或不應該監控 它都是一個平衡 總不會有 呃 需要這個監控的需求 要不然那些 像是真的在販毒的人 或者是真的綁架的人 他們就不會被發走 那所以我的觀點是比較neutral 就是 我們要去關注這些疫情 找到一個平衡點 而不是一直反對說 政府就不應該做聯控 這個 這個蠻有趣的 就是 俄羅斯的 這個長城 就是網路的封鎖 那這個是比較少聽到的議題 因為我們聽到的議題 都是跟我們 華語地區的封鎖比較有關的 那俄文地區是怎麼封鎖的 這個 右邊這張圖是封鎖 如果你上一個 俄羅斯這種不允許 你上網站 你會看到這樓圖 還蠻幽默的 還蠻幽默的 好 這是剛剛有問 這是不是官方的圖 這個不是 原因是因為呢 俄羅斯法律規定呢 所有的網路提供者 必須要配合一份清單來封鎖 但是並沒有問題要怎麼封鎖 於是那些被迫要遵守的那些業者 也不一定心甘情願的要做 所以他們就放肉譜來嘲諷這個 就是 而且這個成本是要成本的 因為網路封鎖 你等於是要監控每一個流過封包 看看裡面有沒有關鍵字 這個對於這個 ISB業者 這個網路營運業者 他們要買額外的硬體來做 然後國內呢 受到政府認證的 這個監控的硬體 大概有十幾家動應商 有貴的有便宜的 那小的買不起的這個組織 就是網路提供者 有大的ISB 小的ISB 小的ISB沒有錢去買好的設備 就買很爛的封鎖設備 這很爛的封鎖設備 可能你去同一個網站 看十次只封鎖到五次 因為我是你可以看到這個網頁 所以 就是 他們這個封鎖也是有實際上的 就是難度的 就是不是那麼完美的 有時候會被封鎖 有時候不會被封鎖 那如果被封鎖的話 他會 有時候會打到一些命令 講說你被封鎖 那有時候就是 就是完全切掉 那網站是給不上去 那很多俄羅斯的當地ISB 就是 就是也不是那麼配合 就反正就嘲諷一下 證明說你 好你等一下就被封鎖 放一些這個圖 這圖還有蠻多版本 蠻好玩的 那俄羅斯最近在跟那個 通訊軟體在打仗 因為 就是 Telegram SignLotage 只有在被封鎖 所以裡面有講一些 他們封鎖的方法 因為蠻技術的 我就先跳過 那這 這裡面有很多很多 就是封鎖程式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這次的這個HITON 有機場是相關的這個議程 那可以來 技術的角度可以來瞭解一下 不過 我們要玩了啦 所以這樣應該不是那麼夠 所以要很大玩 好最後講一下 它這個DX Security Help Line 就是呢 我們 我剛剛講到嘛 就是有時候這個 你在從事一些 你的這個創意的運動 那是政府覺得 你是反對政府 就把你抓走了 所以呢 那 AXS Now 就是這次的主辦 這個Rice Farm主辦單位 它長期有提供 這個DX Security Help Line 它是一個 分散在世界好幾個國家的 這個熱線 那你受到 你覺得是 數位的攻擊的話呢 它有 你可以進行到 這個信箱薰求協助 它先 verify 你的身份 然後去搞清楚 你是真的 這個 是因為從事一些 政當的活動 而被政府監控 或 或者是政府想要 呃 對你的監聽 或者是 寄可疑的東西給你 或者是 想要入信你的電腦 那它會做一些 確認的動作 那確保你 不是就是 在做一些 超出一些範圍的事情 那 確認之後 它會給你一些幫助 那可能是 有人會遠端 幫你處理 你的電腦上 被植入後門 或者是這個 電腦上 有奇怪的事情 它會幫你處理 可能是你可以 把釀拿去給它 找它 那要處理 那這個是 一個就是 HELPLINE HELPLINE就是幫助你的 一個熱線 因為很多的組織 它們是沒有自己的 自訊人員的 所以就可以幫你做 但是這個 SSML它是主要是 數位方面的 那 實體方面呢 這個 就叫Requity Response 就是 聯合了六家不同的 NGO組織 提供不同層級的幫助 就是 這是由我參加的 一個 兩個小時的 它目的是告訴你說 如果 旁邊有 像一個人權工作者 他被政府抓走 那 可以尋求哪些協助 技術上的協助 那 不管它的電腦啊 有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不是有問題 我覺得就是隨機的 就干擾 那 假設它都有網站 有些網站上面 你公布了一些 就是新聞 那這個新聞 政府覺得 這不是網賣封鎖掉 所以你要換一個 hosting的公司 去公布這些內容 要怎麼辦 那你就要請律師 那你需要更極端一點 你需要extraction extraction就幫你救出這個國家 就是你在這個國家已經 確定會不會抓去關了 那 他們還救到臨近的國家去 這些組織 這是六個相關的組織 他們就剛好分別了這個 這幾個角色中的 其中的一到兩個 grand 是給你錢 就是他可能就給你一筆旅費 讓你去買一道機票 逃出這個國家 或者是一些緊急的用金 那 串連起來就是 假設我剛講的一個行徑 就是你是一個 這個人權工作者 你發布了一個 政府的醜聞 但是這醜聞是 是對的 政府正在談戶這樣子 然後你就被政府抓走 那你可以聯合上面 這個virtual road 還有這個greenpost 會幫你的網站 這個恢復起來 然後架在他們那邊 確保你的這個政府的醜聞 能夠正確的發布出去 這新聞的自由 言論的自由 那 這個from my defender 他會幫你做extraction 就是他會幫你 就是想辦法讓你 用假名啊 旅遊到別的國家去啊 讓你不會再被抓走 那這個 後面這個是請律師 會幫你請律師 做長期的這個 這個 這個場面上的諮詢的顧問 所以這些組織起來 就是幫助一些 就是想做事 但被政府壓迫的人 得到一個出路這樣子 所以 這是其中這個幾個藝術 應該沒有吧 好以上就是 那個我看 聽到的一些 我覺得有趣的意思 那真的非常有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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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同學 然後 因為今天 原本被排到的時間是15分鐘 我想用15分鐘後一定要講什麼 然後因為就是剛剛幾位主講者都有講 就是RESCOM的Track 非常多 那我覺得那個Track 講兩分鐘 我大概也講不出什麼 因為我去聽的場次就我弟的工作的關係 大概都是跟法律跟政策有關的場次 所以然後加上有一個朋友就跟我說 大家其實我講的都會非常專業 所以我就盡量的閒聊就跟大家聊一聊 因為是個Happy Weekend 所以大家聊完就可以很快樂的回家睡覺這樣子 所以就是定為RESCOM的折磨限量 15分鐘就大家多包涵一下 那我這次去RESCOM 其實每次我去RESCOM 我去RESCOM第三年 那每次去RESCOM大概都是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去發表自己做的報告的內容 那跟其他做類似報告的朋友做交流 那我自己在台詢會做的報告是 網路透明報告 那這個計畫剛剛有 我等一下有人想要嗎 可以跟我講 那個我把它放在RESCOM那邊的桌子上 大家等一下活動結束 有興趣的可以去拿 OK好 基本上這個計畫就是去 去揭露說政府公務機關跟非公務機關或其他公務機關去索取資料 索取網路上的資料 也留下來的個資啊 然後留下來的IP啊這種 或者是去做一些言論審查 就是說去要求某些內容移除 某些內容要做修正 那這樣子的統計到底政府一年做了多少次 那他理解法令是什麼 那也沒有一些 如果一些配合的話 那配合的理由是什麼 不配合的理由是什麼 大概是這樣子的狀況 那這三年去我大概每次都是做這樣的報告 就是跟另外兩個國家的國家 對 上海這一個國家的其他支持 然後 然後那個 跟香港跟南韓的另外兩個國家的朋友 就是另外一個國家 另外做他們自己的香港資訊關會報告 跟男人的朋友報告 也是類似的計畫這樣子 那我們台灣就做自己的 台灣文化的報告 那 對 所以老師先幫你講比較輕鬆 這是另外兩個國家的朋友的照片 就是 香港的漢國人這樣子 然後這也是一個漢國人 反正就是 那 每次去大概都是做一樣的事 去報告 但是三年來 這是第一年的照片 第一年 2016年3月的REST TIME 照片品質比較差 大家都包含 那 這是第二年 這是第三年 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年的照片品質有點差 但反正 每年去差不多的事情 但是 因為這個報告每年都有在 有一些些進展 所以希望可以去國際會議上去談的東西不太一樣 那 比如說第一年其實單純的是去報告 說 台灣全港和韓國 到底 在政府的部分是表現得怎麼樣 但是第二年 因為覺得 這個計畫 就是三個國家報告的資料 主要都是從政府那邊去的 那 覺得 到底可不可信啊 就是 政府提供給我的 我沒有辦法去 驗證啊 你跟我講 你沒有跟網路公司拿資料 我怎麼相信你 但我也沒有 我不相信你 我也沒有辦法去check到底對不對 所以就是第二年的情況 就是去年的情況 我們希望找幾家業者 希望能把自己的 其他 國以外的地區的transpency report 就是我們把我做以更仔細一點 那比如說是哪一個 台灣的哪個行政機關 跟你Google 跟你Yahoo 要資料 那 Easyway0是什麼 因為現在這些企業 針對美國以外的 國家 他們所發布的報告 非常的簡陰 那 這個就是 Yahoo 跟Google 他們自己的policy 他也是在 那一場次 但基本上沒有任何進展 這個場次 這個 這個 所有的對話 都會出現 企業會配合 這個 沒有後續了 就講 那 今年的場次是怎樣 今年的場次 一樣是三個國家 台灣 南 香港 然後 這邊是Uber 然後這個是BSR 那 基本上是 一樣是一個企業 BSR是一個專門做 Social Responsibility 的一個組織 然後他們去專門 Push其他的公司 去做各種透明報告 那這種透明報告段 大家聽到透明報告 現在我這個場合 講的透明報告 基本上就是針對 國家監控國家的 言論審查 但是現在 很多其他的場合 對透明報告 可能是指貪腐 反貪腐的 財務揭露 也有可能是指 譬如說 我們有一個友航 叫綠寶 最近做透明足跡 他們把那個東西弄成報告 那也只是透明報告 那環保一體 所以 基本上就是這樣 組合起來 那 我稍微跟大家 介紹一下這個內容 好了 就是 我會講很久了 今年聽到比較有趣 我自己台灣的 大家有興趣會看報告 基本上台灣今天的報告 還蠻有趣 就網路是 網路上也還可以安落得到 歡迎大家上台全會的網站 台灣台全會的網站 你到隱私權 搜尋台灣文化 可以看到 那我們今年 基本上得到的主要的問題 就是說 台灣政府在2015-2016 用兩年內 供跟企業要了7萬次的資料 我不知道大家 這7萬次這個概念 有什麼 這個數字有什麼概念 反正 這是一個 相對低的數字 很多政府機關還沒有揭露 那 所以 特別是中華 某一家電信業者 某一家電信業者 這一個 沒有錄影 我沒有錄影 我沒有錄影 沒有錄影 可是我們沒剪接 好 我會加四個真的電信業者 然後 某一個縣市的行政機關 警察局 就直接跟他要2萬多次 100%的配合 不是99% 而是100% 所以 台灣的狀況其實 不是很好 對我們來說 至少 不覺得行政機關 跟政府 跟司部門 有在 考量 各位電信使用者的隱私權 這件事情 那 比較有趣的是 香港跟漢國 反正大家應該是想要聽國外的 那 香港 香港他們最近做的報告 其實大概有空的話 他們就是比較對國家的 通訊監察的法制 也就是說 呃 譬如說台灣 通訊監察 就是監聽啊 比較常常的監聽 現在就可能就來紅包 在我們路上 那 那 台灣 政府做這些動作 理論上是要 定期公布數字的 就是 我每年司法院 就要公布說 我做了幾次通訊監察 我用Skyer做了幾次監聽 我用 我監聽了幾次Skyer 我監聽了幾次ID 我監聽了幾次你的email 這樣子 那 那 香港基本上 沒有這種制度 所以他們現在就很積極的在 希望 可以把各國的 歡迎 譬如說 我們叫 國家監控 那是不是有做 透明化的 資訊揭露的這個比較 他們現在的 努力在整理這個部分 是要希望去說服香港政府 去 在他們的資訊文化上 可以做得更徹底 那韓國比較 韓國就真的蠻有趣的 韓國的狀況 其實很多不是在這個場子裡 很多是在這個場子裡 這是其實是一個喝酒的場子 然後就在他學生 在我家立管中 那就是酒 這樣子 韓國的狀況其實蠻有趣的 韓國的狀況 非常透明 啊 那台國政府不知道什麼都揭露了 跟台灣不太一樣 這三個國家 在資訊揭露上面的狀況不太一樣 台灣政府 我們是 台灣會不會透過 政府的資訊公開法 去跟 我們的政府 請求資訊 那 有不足的地方 或政府不願意配合的地方 那我們會 請 我們今年是得到 立法委員會女的協助 然後 所以 他幫我們要剩下的資料 那 香港的部分 他們有一個議員 叫Charles Moore 幫他們要的資料 因為他們沒有政府資訊公開法 韓國的部分 韓國主動揭露了所有資訊 不需要你來要 為什麼 我們就問他為什麼 就是韓國政府為什麼 這麼的 transparency 然後 韓國的那個 報告的朋友說 恩 因為 韓國政府 因藉此可以 可以斬鬥他 對於兩個方向 就是他 藉此可以斬鬥他 對人民 對人民交代說 他真的有在做事 我就說 為什麼是這個意思 因為 韓國政府 如果大家來看 他的 演論審查的狀況 南韓的演論審查 是非常嚴重的 每年大概有 三百萬件被移除的案例 他們的 類似台灣NCC的組織 叫做KCSC 的人事任命是非常任意的 做出來的決定是非常任意的 但是他們可以 有權利對網路上的內容 做一切的審查 那 為什麼 我就問他為什麼 韓國人說 比如說 以台灣為例的話 這個 發動台灣的拜託大家就像說 今天 烏加蒙去攻擊了 為什麼沒有烏加蒙 對不起 烏加蒙去攻擊了 這是什麼問題 烏加蒙大平台好了 然後 烏加蒙大平台就說 烏加蒙今天在韓國 韓國可能就會說 互加蒙來講錯話 希望政府把它移除 在韓國可能就不是這樣的狀況 我們應該不會要求 政府把它移除 但是在韓國 他就說 被攻擊的一派 都會要求政府把它移除 移除了 另外一邊 然後另外一邊 政府被攻擊的一派 他同時也會講一些話 所以就另外一邊就被攻擊了 互加蒙被攻擊了 互加蒙被攻擊 也要求韓國政府把它移除 對方的言論移除 所以沒有議題之間不見 所以政府公平期間一起移除 對 所以 這就是韓國目前已經是審查狀況 然後韓國政府也非常自信的跟大家交代說 嗯 我們真的有在公平的對大家 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韓國人犯到的其實是 OK 政府透明了之後 到底該怎麼辦 這樣子 透明是解法 那 這跟台灣人 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我們目前基本上是 就是 政府資金結露的話 你們都不完整 甚至無法辨認真假的狀況 那 好 所以 這個部分 大概就這樣 我的場次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就是去 這個場次沒有什麼具體的結果 一樣就是大家 合格言本制 然後談談自己的狀況 然後 Uber就說 Uber就說一說說 嗯 我們 要做透明報告就是 要做透明報告就是 我們要 取消費者的信任 那 在場有企業 我非常鼓勵大家企業去做這個 就是 真的 你可以取消費者的信任 這種可以買到溫安 我現在這樣講起來有點輕浮 但是 我們非常歡迎 比如說中華電視 在場有電信業者 去說服 你的主管之類的 看你不能產出 第一份台灣的透明報告 那 也許這可以在 目前做為一個 台灣目前電信業 或是說網路企業 去把消費者的一個 先鋒 我相信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或是非常好的經驗 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其他場次我參加的 其實都是各自跟AI的場次 而且都是真正的法律念 然後我就 稍微給大家介紹一下就好 基本上我去參加 我就挑兩場出來介紹 第一場是 各自保護的 全球的 英文就是 Global State of Data Protection 所以顧名思義 他就邀了 全世界的一些國家 來談談各自法會的狀況 然後我說這是 吐苦水的場子 因為真的是一群人在那邊 講說 GDPR開始施行了之後 我們到底 大家有聽過GDPR 我們改變的 是比較移植權政策 之類的 之類的 GDPR開始施行 就歐盟呢 今年5月25號 開始施行了他的新的 各自法以後 然後 到底 在那些國家 有沒有帶來什麼樣的 改變 或是 契機 之類的 然後在場的 這個場子在場的 女孩人 大概有 加拿大 野食專責辦公室的 員工 然後 看一下 還有 印度的 還有歐盟的人 還有中西亞 還有巴基斯坦 那基本上 土苦水的部分 大概只有歐盟沒有土 歐盟就是說 我們就是很 開心 這個文化社會 互相影響 GDPR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影響 去跟世界的文化社會 交流之類的 那這樣 大家就開始施說 我們的 各自法 我們去歐盟那邊 台灣很小 很久以前就有所謂的各自法 可是現在有點老舊 他跟不上所謂的 巨量資料的 時代的變化 所謂的時代的變化 所以他需要修正 但是國會沒有人 願意去懂 因為國會對這個人 會不感興趣 或是因為有其他的商業利益 的關係 他可能會增加 企業的遵守 法尊的成本 什麼之類的 所以政治沒有意思 那 GDPR出來之後 好像 好像開啟了一些修法機會 大家都講得很樂觀 但是不知道會怎樣 所以開始有一些政治人物 可能因為 看到 看到文學系的路的空間 可能 他開始覺得 應該要開始修 在加拿大裝 所以他們可能最近又開始動 他們的各自法 這還是比較好的狀況 我是說 土骨水 因為印度就開始 藉在土骨水 我們根本就是沒有 關於各自的討論 在我們國內 我們人民不注重各自 然後 我們現在有一個 資料庫的計畫 叫阿達哈 阿達哈的計畫 就是去搜集 所有人民的 所有人民的生物資料指紋 然後 把它建成一個資料庫 然後 讓國家可以做其他利用 那 這個資料庫在 被最高法院判違憲 然後 隱私權 被 又被印度的最高法院 還是憲法法院 認證為 是 人民的基本權 所以 現在要開始立法 然後就 談到GDPR 然後GDPR 再來影響 是什麼呢? 在印度 印度要開始立各自法 讓他們立他們各自法 但是 就GDPR 在印度的影響是 他會希望印度有一個 隱私專制的機構 這個東西 因為 立各自法 各自法需要被落實 那落實誰要去監督他落實 也就是所謂的DPA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y 那 台灣沒有這樣的機構 印度也沒有 所以把印度就開始抱怨說 我們沒有隱私專制的機構 所以我們就算立了一個各自法 大概也沒有什麼機會 所以我們就去好好落實他 就一切都空了 這樣子 然後 朱利西亞就開始說 就算你們有DPA 又怎樣 我們家的DPA 一點都不獨立啊 就是 大家知道 隱私專制的機構 最重要的就是獨立性 跟 就是他的獨立性 他的獨立性就是從他人事 跟他的財政去獨立 然後 朱利西亞人跟他人說 我們家從200幾年 2009年就有DPA了 就有隱私專制的機構 但是我們的隱私專制的機構 是總統任命的 然後 三個委員 然後委員 單部委員的條件都很寬鬆 不用利益迴避啊 所以 就是 fine 就是 有DPA要怎樣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就說 不好意思 巴基斯坦就說 你們都還算好了 在我的國家 我的國家不保障 隱私權是基本 人權 所以 我們是保障家庭的隱私權 不保障個人的隱私權 在我們的憲法裡面 只有說家庭的隱私權要受保障 然後 我們現在有一個法規 我們就是巴基斯坦 我們現在有一個 隱私內的法規 就是要用 保護小朋友 保護婦女的名義 去限制網路上的各種內容 然後去 讓 就是限制各種內容 或者去看一下是誰發的文 然後去查一下水表 還有這種法規 所以 然後 我們 巴基斯坦也說 他們沒有 在這個賣回鄉上 沒有任何GDPR的討論 沒有任何顏色的討論 所以 yeah 我睡了場子 但反正就這樣 所以 我看一下 那 GDPR帶來很多改變 那這些改變 在世界各國 到有些實際造成什麼影響 不知道 那GDPR帶來什麼改變 我覺得會多說 反正 就是大家知道最重的罰款 所謂的資料可吸 所謂的 強化個人同意 我現在講這些應該沒有人照我再講什麼 好 反正就是 大概有興趣之後再問吧 那反觀台灣 我們這邊國發會在談 我們也要去爭取所謂的 世俗性認定 因為GDPR出來之後 在歐盟 他基本上是希望一體 適用在所有歐盟國家 受同樣等級的法律保護 但是 所以 理論上 歐盟會不希望其他國家取得 歐盟公民的資料 但是受到比較寬鬆的保護 所以 所謂的世俗性認定 就是說 今天其他國家如果你要取得 就是 你的資料有空 歐盟要從歐盟流出來 那 你要什麼情況下 可以無條件的流出來 也就是說 你國內的法規 各自保護的法規 要跟歐盟大概在類似的水準 那 這個條件是被歐盟認可了之後 你的資料 就可以在歐盟跟你的國家 之間做傳輸 這樣子 那 那 國發會現在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去跟歐盟談判 我們也希望可以取得歐盟的認定 說 說 說我們國內的克制法 是跟歐盟公司公司的水準 這樣子 好 這是我自己的臉書的抱怨 不好意思 麻煩大家看一下 就是 拜託大家看一下 我不是麻煩大家看一下 這是 昨天的事情而已 前天的事情而已 前天 哈囉 哈囉 有人在看你嗎 在看你嗎 然後 呃 有錄影對不對 好啦 反正就是 前天有一個工廷會叫建保資料庫的工廳會 然後 工廷會是蔡英語開的 還有 林志祺跟一萬一都在那邊 相信大家都對這三個人去遵守 然後 呃 我們的幾個立委一個人在那邊說 大家的建保資料是公公廠 但大家都是被搶破 保建保的 你沒有選擇 所以你們被保的建保的資料 全都公公廠 你們去看一身什麼都公公廠 哪去用都不會分你們錢 然後 去跟你們的同意證 哪去用很重要 因為它是公公廠 所以理論上就要被用了 然後 林志祺的機關 去監督 所謂去監督克制法的落實這個機關 他們在台灣目前沒有 想來未必 將來也不會有 大概 立委這種態度 就不重要 他們就說不重要 所以 這是我們台灣目前在GPHA的狀況 我只是稍微跟大家說 我在Risecom回來之後 看到的狀況是這樣 大家有興趣之後 我們再發佈 那回到Risecom 另外一個我去參加的 Track的類別 所以大家就跟AI有關 不是跟Facebook 只是Facebook 大概就是 最爛用AI的一個企業 或是爛用所謂的Machine Learning的一個企業 然後 在Risecom很多場次都在討論所謂的演算法 或是Machine Learning他們的透明性的問題 也就是說 什麼情況之下 這些資料 被演算法組處理的資料 是為了哪一些目的 然後這些資料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 他們會被做什麼樣的處理 然後有沒有後續的風險 可以被事先評估 大概是這樣的問題 那 在Risecom 有發表了一個宣言 叫多倫多宣言 然後多倫多宣言 基本上就是在規範AI 說 因為AI目前造成最大的問題 就是歧視的問題 就是說 透過他 透過 Programmer設計的演算法 因為Programmer式的 他可能帶有 難免帶有些偏見 那 在這樣子的設計之下 所產生出來的 加上資料的input 可能 譬如說 今天在座各位 我都是猛猛 然後 我搜集了所有猛猛的資料 我去跑 演算法 跑出來的結果都是猛猛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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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很多 就是多倫多宣言 基本上就是在 希望 所謂的政府 公務機關 被公務機關 要所謂的層次設計者 開發者 你在做AI的時候 你在做所謂的 機器裏 自動化的 學習的時候 你到底應該要 擔負什麼樣的責任 這個選擇哪些挑戰 那 網路上有全文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當公司 可以去看一下 寫得蠻空的啦 但是 大概就是一些大原則 這樣子 比如說 任何國家 用 他這個就有寫 在辨識風險的部分 那 做得多宣言的第27點 就是你在 那種國家 你要去做 學習人的技術的時候 你必須要 去調查 這個人家歧視啊 或者有些其他 權力上的侵害 的風險 然後 就是在使用前 或者在 利用當中 你都要繼續去 做這樣的監測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然後反正底下 就有些料理 大家就現在去看 好 好 Ryce Kong 你剛才講完了 你會是閒聊 我就沒有 他講很多那個 那樣的東西 那就最後一個 好 我接下來要講的第三點 就是其實倒數第二點 就是 我去參加Ryce Kong三年 我有一個感覺 就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很喬 就是 台灣的人群很遜 對 對 他們的人群比較強 我會說這樣的原因是什麼 就真的很不學好 就是 Ryce Kong 在第一天的大會 他們的秀的一張 他們的執行長 秀了一張圖影片 叫 Ryce Kong is no longer 就是Ryce Kong 不再是一個 數位權力的研討會 而是一個 在數位時代的 人權研討會 唉 我看到這張圖影片 我其實蠻傻眼的 而且很敢看 因為 比如說 跆拳會 我們在想 我們要做什麼 募款返案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想法就是 我們不要再募款 我們在裡面出現 人權兩制 因為 那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反正我們都覺得 提到人權兩制 大家都覺得 有點無聊 然後 有點 可能交流主義 然後有點 不勝心 所以 Ryce Kong 自己 Digital Rights不用 跑來用人權 到底幹 對 對 然後 所以很吵 真的就具體展現在他們的 參與的來賓上面 在第一年我去的時候 2006年我去的時候 是 一千人 第二年到一千五 一千六 第三年我已經 兩千五百人 明年可能就更多 對 然後在做的廠商以後 是有頭有點大 看起來很清新健康的 不知道他們做什麼壞事 看起來很清健康的 人權 沒有啦 裡面做壞事 大概就這一家跟這一家 那我沒有講 這套的batch 也做得非常的精緻 我在台灣還沒有看過batch 更精緻的 就蠻會的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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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去DKAN 跟Tree 沒有 但是總之 他們各方面都說 已經在相比之下 我就會想到 我在台灣的人權 到底做什麼樣子 然後 就是 就是一個很大的落差 當然是我 但是就是一個 零責案的 一個 的一個宣傳 就是可以開到的樣子 那 所以 到底為什麼 我就想到底 到底這個差別是什麼 為什麼大家 今天很多人在這邊 大家都宣稱自己 很關鍵Digital Rights 我相信大家也真的很關鍵Digital Rights 那 但是為什麼平常看不到人 對 所以 我還想到底是 因為他們的活動場地 辦得很豪華 就是要不就是在 很大的飯店裡面 要不就是在很高級的會議題 那不是嗎 那不是 背景做得很好嗎 是 演講者都是 很帥氣 又不然就是很 就是 你知道 有些人其實是 有刺青的啊 人法啊 看起來很要心理 或者是 我不知道 就是 呃 我其實有點兒癒心 啦 沒關係啊 或者說科技問題 就是Digital Rights 那Digital本身 其實就比Human Rights 更有內力 但是我不知道 為什麼會有Human Rights 那 或是說 語言文化 或者講英文 跟講中文的 這個語感 有差嗎 那 那 還是說 他們談論的事情面向比較廣 在 在他們談論的時候 在台灣比較少聽到 把人權 知道 我們在談人權議題的時候 跟 經濟議題跟 所謂的 嗯 比較廣的 國際政治問題 拉在一起 但在 其實蠻常見的 那是不是這種 談論的 東西的廣度 或是文化的問題 導致他們 其實會拉網 越來越多人 去參加這個東西 是不錯的 我不知道 那 那總之 當然我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就是 怎麼樣可以把 人權 好玩 呃 我沒有解答 就是 也許阿東會比我有更好 的解答 這樣子 對 只是說我覺得這是 如果大家有關心這個問題 然後大家 就像剛剛說 只配人說說 如果 未來可以在我們上面 多關心一些這種 用個人的 力量多關心一些 這部分的問題的話 那怎麼讓他變得好玩 那更容易可以 參與進來 對 就是我自己 參與 RestCon一個很大的問題 得到了一個很大的 狀況 然後 我會覺得 人權在台灣就是一個 對很多人來說 就是一個 不信的詞 因為真的就是有人 很不喜歡人權這兩個字阿 台詞會的一個案例 很多人在罷了台詞會打 這天保障藥布的訴訟 真的侵害人權嗎 然後 論文的意義是什麼 我寫說 就是為了買豪宅 為了要賺錢 用健保障藥布 寫說為了買豪宅 賺錢 用大家的資料 買豪宅 賺錢 應該這麼講 然後 健保障藥布是 全面類人權的公共財 跟人權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 這麼多人的搶子 台灣也沒有可能 不知道 最後 最後 就是 真的是最後 還有幾分鐘 兩分鐘可以 好 這是我去三年的照片 剛剛大家看過的 就是 因為是最後有講 我會稍微講一點 我自己的反思 就是說我去增加白 剛剛三年 我自己其實不太知道 呃 就是 比如說剛剛神友說 這是一個大拜拜 這是一個大拜拜 就是 就是 距離產出的東西 每天花了非常多錢 但距離產出的東西 我才是非常有限的 然後比較多的應該就是 人際交流 然後 可能 去見見你的Founder 然後 要到更多的錢 這樣子 那 那 那去的成本其實蠻高的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 在座各位如果要去 你如果不提一個Panel 你就要自己買機票 三萬多塊 然後 入場費 四百年級買對不對 四百年級的入場費 就算你講 就算你有POP 還是要自己買機票 喔對阿 就算你有POP 也是要自己買機票 如果是機票 你只是固定要付的 然後再加上入場費 你如果這樣去聽的話 你就要付出成本 贊助商就付了 因為他大部分 都是去講的 所以其實 大部分應該都沒有付錢 所以贊助商應該就是 付了很多 很多大的吃飯的費用 跟成立的費用 對 絕大部分的人是沒有買 對 絕大部分應該都沒有買 但是如果你自己沒有 因為你要第一個Panel 你其實要有一些成本 就是說你要認識一些人 然後 你要有英文能力 這個 這兩個加起來 就有一定能扛債了 沒有英文能力 連參加 沒有英文能力 就是 對阿 你可以去聽 你有錢的話 你可以去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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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一下很多人 我也要在你旁邊講話 但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 對 其實基本上不是一個對 菲林語國家很友善的一個場子 我自己覺得 三年來的感覺就是這樣 然後 痾 所以我覺得 不知道 就是 Riscount的功能 或是說 去參加這個會議的功能 每參加一次 我就越想製作 到底出了我去報告 去聽聽 那到底還能夠 有什麼其他的 然後特別是 但是有些功能 譬如說 有一些宣言會在那邊發表 剛剛什麼說的 有一些奇怪的偶像 會在那邊講話 這是第一年去參加Liscount的時候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是誰 Snowden 然後Snowden在那時候 就變成Rodip 就是跟那個Skeleton Live的那個 跟指定長連線 帶一個奇怪的俄羅斯的小房間裡面連線 然後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所謂Human Right偶像的時候 那個場子 這是偶像 你再也不會看到有一個場 全世界有一個場 那場大概400個 他一出現之後 我就拿手機看照相 真的 沒有辦法 再也看不到那個場 那 然後有一些交際的場 交際的場 這其實是一個 YSKONG事後的 PUB 就是 我一天結束 然後就是 你參加者 你可以去他主辦單位提供的PUB 在微軟有一些錢 就站在那種地方上面 然後 去他們的PUB 這是一個桌球PUB 然後你進去他就給你一個手環 你可以去換一杯酒 然後你就去打桌球 整個PUB都是桌球 這樣子 去認識一些人 那 剛剛剛剛說的 找Funding 蘭丹丹之類 大概有一些功能 他還是有些功能存在 不可問 但是 這是我兩年前的事情 第一次去參加之後 會來寫文 這樣子 就是其中一個段落 就說我們要在哪裡去談Digital Rights 在台灣呢 怎麼可能 資訊人權這個字 其實這邊 要數位人權 就要數位權利 不管怎麼樣 就是Digital Rights 就是你在台灣 你看不到 在Grace Cup 你看到很多企業 你看到所有 有頭有臉的企業 都在那邊 政府也會去 但是你在台灣的場子 你大概很難看到 談Digital Rights的時候 特別是談數位權利的時候 台影之權 台影跟自由 你不會看到中華電 是你出現的 你不會直接講公主 你不會看到 台灣的大股大出現的 永遠不會 那 他跟我們的權利沒有關係 大家所使用的網路 全部都是經過他們的線路 在流通的 他們來郭有所有人的資料 他們的一個 Fullable的東西 你也不知道 所以 他們為什麼可以不用出來談 那 我們政府 為什麼不許他們出來談 我們政府約會出來談 看不到 對 所以 呃 所以 我倒是做一點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在吐苦水 但是我希望就是 不知道 如果大家 可以這麼多人 我相信 應該不是小圈圈吧 應該可以有更多人 就是稍微影響自己身邊的人 然後去 在適當的場子 去適當的什麼異體店 去邀請這些企業出來面對 我相信我們可以有一個 會有一個更健康的社會 對 比較困難的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這是一些 目前 怪不得我連一些卡忘記的 但是已經看那麼多了 都太技術性了 然後 OCF的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社會 我會忘記 是去林林嗎 好 anyway 我列出了所有 我覺得 跟數位權力有關的場子 不管是有什麼內外的 那 RESTCOM 這大家有興趣 可以自己去參加 上面有點高 大家可能可以想辦法 可以去看 OK RESTCOM Internet Your Freedom Hestop SeasonLab 這三個都在國外 然後我們自己論壇 在台灣 七八月 APIJF 今年在 萬納度 奇怪的小島 有些人 我 我 騎士了 騎士了 再一個 很需要 數據人的小島 所以大家就去看別人 會比較好嗎 起到 今年是九月 八月底 IJF 一個非常正式的 網路自己的論壇 這就是台灣網路自己的論壇 亞太區的網路自己的論壇 聯合國的網路自己的論壇 就是去年 唐鳳 用了機器人當場的那個地方 然後 還有 還有 所謂的ICT PC 就是全世界的 隱私專制機構 一起去參加的 一個回憶 他也開放私人去參加 還有 這個 只有這一個在台灣 所以都在國外 然後這個台灣應該是進不去 因為他是給年齡 然後 他線上可以聽 所以大家 所有人用線上開放 所以大家可以下一個參與 SICCOM 學生的計算紀念會 Postcard 這些都有 數位全力的回憶 在今年 所以 其實是蠻好的 就是 有越來越多技術社群的廠子 願意 喔 INCOP 有 有 有越來越多技術社群的廠子 願意 比較 法律面的去看這些事情 這樣子 對 那 好 然後 最後一個感想 就是說 那 當我們看到越來越多技術社群的廠子 你會看到非常多 其他國家的數位全力的團體 美國有DFF 有SSNOW 歐洲 有EDRI 有 有 這些 你們可以出來 大的 小的 很多 可能在各個國家 比如說巴西賽 有什麼 都其實也很大 那 台灣其實到目前 沒有一個專門在做數位全力的組織 我不知道這樣怎麼會得罪 讓我思念 但是 但是 應該 我應該不算得罪啦 算啦 我希望巴西人可以試啦 我是真心認真 那就是說 到底 到底台灣的第一個專業數位全力的團體 可不可以出現 有沒有一個團體可以 專門去 一個NGO 因為我知道 這個東西跟個人的 就是 大家 所以 你是 個人 你有個人的事業 有個人的家庭 個人的感情 你自己要付出 什麼樣的成本 去 關心這件事情 很有限啦 老實說 所以一個NGO可以做什麼事 一個專業的NGO 可以幫你盯所有的案子 如果他支援夠 他可以去跟 行政機關 去跟企業打交道 說 這東西你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這樣 才會保護消費者 你可以去 像 除非有技術成本 技術能力 你可以去採出 真的有保護消費者 隱私的技術工具 那 甚至你可以去打訴 去告 譬如說EDC 現在來抓各位的 超速 能夠合理 你就可以去告 對啊 那只要告成本很大 個人大概告不起 所以就是可能需要的居度出來 所以 這樣的一個組織 在台灣人又可能出現 然後他 會是以什麼樣的先出現 不知道 所以 大概就這樣 然後 純閒聊的部分 雖然 我原本是想要聊一聊去 做很多 看看手接手 因為我已經用了兩倍的時間 好 不好意思 好 好 再謝謝你看四位講者 好 然後呢 剛才 因為 我們今天講的事情已經比較長 那 玉兔他有建議說 讓大家休息一五分鐘 大腿好不好 大家都不覺得可以 好 好 簡單講就是說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本來就會比較晚 好 所以我們現在預計是這樣 無論如何 我們十點一定結束 好 那但是呢 在江澤剛講完 如果有人 急著 已經超過他月美預計的時間 想走的又想問長者問題的 我們休息五分鐘的時間內 你們趕快一問 好不好 那五分鐘的時間內 大家上廁所要幹嘛 都自己去 五分鐘後我回來 喊大家受訪 大家歸位 然後我們正式體位 這樣好嗎 好 那我們就先這樣囉 五分鐘開始倒數計時 好 謝謝 有水 有水 沒有 沒有 沒看到 可能 可能要跟樓上一樣 對 對 剛才那個透明報告 紙本的全部都已經發完了 如果還想要紙本的可以到前面 跟明天 詢問 你作曲報告了吧 第二個 這方面很重要 對 對 好 對 對 有 對 這次是 這個 西餐的食物 這個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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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講 沒肉 那他可以補充一下 你要被訓練的沒窩餅 怎麼可以 不要 لا 少了 沒有 沒有 好 説説 你要好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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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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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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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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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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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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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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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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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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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